朋友们好啊 继续分享新版的实帅实说 我们昨天说 邓小平在中美建交的最后时刻 公然的与美国 作案地里的勾连 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而呢 美国总统的卡特 竟然还在自己的白宫岁月的回忆录里面 专门 为邓小平留下了案底 投降派都没有好下场 是吧 那么呢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 政治层面上瞒天过海 那么 已经日益出现颓势的 这个 厄斗般的华国锋 莫一般的就 被架落到前台上去 跟着卡特 同步 宣布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公报 如期的发表了 不到一百天之后 1979年的3月份 美国国会参众展访 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宣称美国决定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是基于台湾的前途 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 这样的愿望 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 都是对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为美国严重关切 总统和国会应按宪法程序 决定美国的应付行动 该法用法律形式确定了美国 要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也就是出售武器 一个月以后 不到一个月 十多天以后 1979年的4月10号 美国总统卡特 签署与台湾关系法 正式生效 人家的法律也一直管到今天 随后1979年的7月份 美国开出了中美建交后 对台军售的第一单 出售给台湾48架F5E战斗机交易额 两亿四千万美元 从此 售台武器问题就成了套在中国脖子上的脚索 自从乒乓外交以来 为了从美国的手里面 收回台湾 毛主席和周总理 数年的心血 全部的努力 到此 共亏 一块 直到四年后 还要分其辞的就是1983年 四年后 还要分其辞的817公报发表的时候 邓小平依旧对美国驻华大使云淡风轻的谈起了 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这个事 邓小平会见美国驻华大使的说什么 他说希望美国逐步递减军售的幅度 一年不会少于一美元 这就是卖国贼的丑恶的嘴脸 这是在中美建交问题上公然的出卖国家利益 只为 马上 立刻 认了这个主人 这个主子 同时呢 邓小平不顾党内军中各方的反对 不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至高的利益 以数万将士的生命为代价 强大曾经的同志家兄弟的越南小朋友的屁股 以实际行动 向美国 宣誓自己和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的决裂 以此作为投影传 献给美国 以此正式的投靠 于是在客观上就避免了美国的势力在中南半岛的多明度骨牌式的坍塌 同时开启了冷战的转折点 点燃了 日后 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那么 经过对于作为反击战这一役 邓小平也 事实上彻底的从叶剑英的手里面 夺得了中国军队的实际权力 邓小平事实上开始掌军了 尽管还是军委的副主席 邓小平掌军了 就意味着 党 开始被枪指挥了 那么呢 面对着 邓小平的多逼人 华国锋是 步步为营 是步步退让 这个草包 就让人蠢到了 自断手足 这样的地步 不仅主动的疏远 汪宗星 陈锡莲 纪登奎 陈永贵 等等 这些个旧部 这些个近臣 甚至在争得叶剑英同意之后 还一度想让出国务院总理的位置 干脆 我华国锋不当国务院总理了 要用这个位置来满足 邓小平当大官的权力 他真就征求了叶剑英的意见 他跟叶剑英两个人 他真就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 邓小平 小平不就想当大官 干脆让他当总理 事实上他现在比总理都总理 那就让他当总理 听到了华国锋和叶金有这个意思了 邓小平 邓小平 邓小平有了自己的反应 邓小平 这个反应还是直接对告诉的外国记者 说这个 人家问他 说 不想当总理吗 邓小平说 我不是没有那个资格 但那是累死人的工作呀 就是老子不干 老子有其实就可以 老子不要那个名 不要那个总理的名 总理是什么 老子要要 就要个老大的名 不要老大的名 老子就要一个实权 邓小平 同时代的这些个政客 邓小平在这一点 那毛主席看了 看了真是太准 就是毛主席不在了 这些剩下这些 谁怎么都搞不过 谁都搞不过 那么回想起当初 刚刚抓完江青 把华国锋扶上位之后 叶建英曾经信誓旦旦的 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如果出了新的刘少奇 林彪 反对我们的华主席 在当权派中 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我们就要用 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这话说的 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吧 如果出了新的刘少奇 林彪反对华主席 在当权派中 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就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那么如今 这是彻彻彻底底的 完完全全的看清了邓小平的狼子野心了 还真他妈就要冒出这么一个反对华主席的人 还这个人还真就是当权派 然后呢他就真就是握着大拳 守卧大权 要领着中国 要领着这新中国 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呢 出于政治家的本能 也是为了出于维护化业体制的这种需要 叶剑英曾经几度抗争 企图遏制约束邓小平日益膨胀的权力 1978年 叶剑英兼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此后呢 在多个场合 老帅呢 屡屡提及发扬民主和加强法治 号召坚持民主集中制 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 反对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实行个人专断 叫什么 他当时说什么 他当时说 除风轻与老风生 就是要培养革命事业基盘人 什么意思 每一个他提及的这个内容 事实上都是为了遏制邓小平的权力 培养革命事业基盘人什么意思 得年轻化呀 邓小平也七八年的时候 也七十四了 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 还有什么反对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实行个人专断 七八年的时候 他说的是谁呀 发扬民主 加强法制 坚持民主集中制 坚持集体领导原则 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啊 你就类似于 我们开篇说 中美建交 这么大的事 天大的事情 邓小平自己 一不跟话说 二不合夜讲 自己就跟美国人直接就敢拍 你说所谓的 华主席 什么业副主席 什么所谓的党中央 在邓小平的眼里 算个屁 一天还说 他说为了持久的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就要充分的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人大常会委员长谈民主法制 这啊 这名正言顺呢 但是 此时的叶剑英 大谈民主和法制 那是 意有所知 叶剑英说的这些东西 可真的不是无地放使 放空炮 对邓小平来说 应该说是 巨巨扎他的心呢 叶剑英那时候认为 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 法律和法制和制度 要有稳定性连续性 要具有极大的权威 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 绝不能以任何领导人 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个时候 邓小平废话的 这个意向已经十分之明确了 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 邓小平要干嘛 是不是啊 那么 叶剑英这首强调 法制和制度要稳定性 连续性 要具有极大的权威 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 不能以任何领导人 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他说谁呢 叶剑英还向全党发出了警告 说一定要保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官面堂皇 这话讲 但确实 不是放昆泡 他这个泡泡 还真就是瞄着米粮库胡同 那么为此业经验还特别的强调 要充分的发挥 自己领导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作用 表示说人民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的担负起制定法律 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责任 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 有职无权 失为素参 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就没有当好 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这话说的简直再直白不顾了 是不是 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切七八年的年底 看到邓小平和陈云等人 在这公然的枪挑汪东兴 剑指华国锋 叶经英 对于会上提到的什么两个凡事的问题 基本上是不发言 不表态 不仅会上不发言不表态 会后呢 他还提出召开全国理论工作的务序会 在会上 叶经英提出废除领袖 职务终身制 反对个人崇拜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观点 每一条 每一款 都是说给邓小平听的 直到最后 罢除华国锋 党 军职务 邓小平取而代之 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政治局会议上 大势已去 叶帅在讲话中依旧不承认 邓小平自封的这个核心地位 依旧立足邓小平对最高权力的技艺 就不让邓小平当中共中央主席 叶经英怎么说的在会上 叶经英说邓小平同志 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 他表扬 具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 他当全党的军师 你看他说的 他当 说邓小平当全党的军师 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 这就是叶帅的 啊 这这个 这个这个政治家的这个水准 你看那表达 邓小平 你军委主席不是已经当上了吗 好 我承认你是全军的统帅 但是全党的核心你就别练及 你只配上 你当全党的军师 军师吗 你军师就不是党魁 就不是老大 你当这两个你当之无愧 做全党的军师 最多如此 在叶建英这 但是尽管叶建英不遗疑 做了这番的努力 而邓小平那个时候 已经羽翼丰满了 所以叶帅的这些个努力 为时已晚了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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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